主席,我们的各位,我们的委员,我们的同仁大家早 那还是有请我们的戴主委 请戴主委被寻 委员好 好,戴主委好 戴主委,在我们的新内阁宣布确定之后 你留任了 在你留任之后,你定出了说要全力的拼奥运 要办好四大运的初步的计划 也要订定我们运产条例的细则 这是三大目标 那以后,如果并入了教育部以后 您还会留下来继续为体育来效命吗 我从小到大就是体育人 不管我在哪一个位置,我一定会为体育来效命 所以不会委屈啦 不管是哪一个位置,我都会坚持体育的专业上的一个作为 是,会全力以赴 是 主委,七月,今年的七月 我们世界大学的棒球赛就要在我们的桃园举行 那我们桃园县,我们的县政府为了这件事情 还编列了一亿八千万的预算 要来增建 增建我们桃园的国际棒球场的外野的看台 因为我们的内野看台有一万两千个位置 要增加到外野看台的八千个位置之后 才会符合国际的棒球场的标准 那这样子的话,在我们北部地区来举办大型的国际赛事的话 就有标准的场地,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目前体委会对我们棒球场的补助情形是怎么样 他目前已经把计划送上来了 那目前呢,我们也请桃园县政府这边呢 做规划设计 那规划设计了以后呢 我们会做严格的一个审查 如果是符合我们的标准的话呢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予以来协助 主委,我又听到一个声音 就是说以后奥运啊 没有比赛打棒球 是 所以像我们连亚锦杯 或者是我们洲际杯都没有了 那亚运也拿不到主办权 在我们台北又要盖我们大型的巨弹 那本席认为啊 明年我们桃园的机场捷运就要开通了 再加上铁路运输又非常的方便 相信我们桃园的职业棒球场 一定也会有不错的票房 所以希望我们的主委要多多帮忙我们桃园的棒球场 让我们的棒球场应该不会比台北差 对不对 清浦棒球场其实它是目前 球迷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那如同委员刚刚提到的 就是到时候有机场捷运过的话呢 我相信更多的球迷会到这个部分 到这个球场来看球赛 所以现在目前很多的大型赛事 或者是国际赛事呢 不管是直棒或者是我们棒鞋 都很愿意在清浦棒球场这边来办比赛 所以这部分请委员放心 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列为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球迷喜欢去的一个场地 好谢谢主委 那就请主委多多帮忙 让我们桃园的清浦球场能够多多的使用 主委在我们上个月 我们的台湾我们的清浦精英大赛冠军 您知道是哪个学校吗 桃园的学校 哪一所 平正 国中还是高中 平正高中 是谢谢主委 您很清楚 所以你是体育人 对体育方面的事情非常关心 也要请你多多的照顾 所以主委 他们平正高中获得我们体委会 补助他们50万的奖金 但是我有点心痛的一件事情 就是平正高中的总教练跟我讲说 这50万的奖金 他们拿到了 是先去买他们的器材 还有给我们的运动选手 买一些营养品 所以在我们平正高中的选手们 苦苦的辛苦的练球 拿到的冠军 拿到的奖学金 却是拿去买器材 买营养品 所以体委会 对我们这个运动选手的照顾 有些不够周到的地方 这个部分请委员放心 特别是在我们棒球振兴计划里面 这个就是只要是我们的高中的 这个32队里面 我们每年都补助他80到120万的经费 不管他是做什么用的用途都可以 这个部分是在其他项目是没有的 但是在去年也发生同样的情形 在我们首届的世界 少棒锦标赛的冠军小球员 他们在高高兴兴的吃着牛排的时候 一听到他们的球具要收回 他们每个都哭着说 我宁可要球具我不要吃牛排 所以在当时的行政院长吴敦毅 吴院长当时指示下来 送他们球具 所以在这种情形 我们球具不足好像是很普遍的问题 所以要振兴棒球的计划 应该不是口号 对不对 我跟委员做报告 这是一场误会 因为小朋友在比赛的时候 那是大会提供给他的户头跟户具 那小朋友以为那个就是他们的自己的 所以其他他们只要他们自己的衣服 手套个人的部分 其实都是送给他们 可是这个是所有棒球比赛 大会提供的户头跟户具 所以他们是有点误解 那当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不能带回去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失望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在第一时间了解他们的状况 所以就把这些 就是由棒写这边来解决这个事情 把他们所需要的这个部分送给他们 不过我跟委员做报告 就不管是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部分 在棒球振兴计划里面 都有足够的这个经费 不管是在器材 或者是在营养品上 这个是其他的队伍 没有的即使是我们的主席 跆拳道的这个项目是没有的 所以诸位像评论高中的教练 就已经告诉我这情形了 所以诸位也请你多多去关心一下 因为我们要振兴我们的棒球 不是口号 要落实去执行 尤其是那么多学校 我们台湾对棒球推展这么久的时间 让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受照顾 他们会更认真的为我们 成为我们最好最优秀的选手 我跟委员做报告就是桃园县 就是在22个县市里头 就是我们建制这个棒球的这个部分是最完整的 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大专 那整个甚至连社会甲组航空城队都有 所以其实委员关心这一块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我也觉得是值得去关心的 因为它是整个培训体制里面最完整的一个县市 所以还是请主委关心每个学校他们的运动器材 有没有 对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到 谢谢委员知道 主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政府 要打造我们台湾成为运动的运动岛的计划 这个计划已经迈入第三个年头了 是不是 在这三个年头里面 我们准备要推全台湾要推50座 现在已经推几座了 50座的 国民运动中心 国民运动中心是国民运动中心50座 然后运动休闲会馆也希望可以推到50座 现在推了几座了 国民运动中心目前是23座 那他们的条件是要15万人口吗 对国民运动中心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核心的区域是1万人 可是延伸的区域呢 一定要是要15万人 那因为呢 就是一定要在都会型的这个部分 我们才设置国民运动中心 如果说在郊区的这部分呢 我们就设置运动公园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如果说你的核心服务区人数不够多的话呢 以后在经营上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比较郊区的地方设运动公园 在人口密集的这地方呢 设国民运动中心 免以后变成一个文资馆 或者是不好经营的一个场馆 好主委 就是运动是全民的 你要每一个场所让大家来运动 老中心各阶层都可以使用的场地 并没有局限到比较繁华的地方 或者比较落后偏僵批野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我本席也非常感谢我们主委 在我们龙潭啊 国道三号的高架桥下的体育休闲园区 第一期的工程在去年年底的新建完成之后 就受到我们家乡龙潭的乡亲们 大家非常的肯定 所以每次休假的时间啊 各地方民众都会到我们的桥下来做运动 所以是非常好的去处 所以在今年 今年我们因为想说要增加各项的运动设施的时候 我们希望做个良好的改善 让全民可能充分的使用 所以我们增加了我们场内的各区域 针对乡亲的需要 规划了第二的工程 希望增加了我们的羽球场 还有网球场 还有我们的篮球 跟我们踢五人制的足球啊 希望我们第二工程的设施 能够更加的完善 但是我们体委会告诉我们的相公所说 不是比赛型的场地 所以没办法补助 比赛型的场地会局限使用的人 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全民来使用 全民的运动前提就全民 所以主委 比赛型会被很多的牵制 在我们新建完成之后 也很可能就会成为文字馆 你们所说的经营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运动设施方面 在我们老中心各阶层都能够运动的方面 是不是能够推展体育运动实质的效益呢 我跟委做报告 我们不会说就只补助这个竞技场 我们是有竞技的场地 也有休闲场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只要透过县市政府提报上来 那经由我们的委员实际的勘察 然后委员通过了以后呢 我们绝对不会分什么竞技型跟休闲型 我们特别是休闲型的 这更重要 因为人人要运动 人人爱运动 处处可运动 这是我们的政治目标 主委员的想法很好 我时间也快到了 接下来一个就是 我们无论如何 目前不管有什么争议 我们台北市就是要举办四大运 但是四大运的花费 有说395亿 也有说120亿 但势必会仰赖我们中央的补助 对不对 对中央对地方的补助 本来就是有这样子一个配合款 但是我们大家会担心 担心这个配合款会掏空我们北市的财政 为了避免说我们六个新建场馆的那个赛事后 会成为蚊子馆 所以我们不希望重蹈我们梦想家的 花费这种花钱太凶这种疑虑 所以2017年才要办四大运 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外面都已经看到 我们的广告 所以我们四大运的广告费 会不会花得很凶啊 我想这个广告是台北市政府的 它就结合他们的政策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跟 在体育委会的这个部分就不予置评 不过就是说 它的整个经费的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希望它在三月底 以前要提报六年的这个经费计划 还有就工作计划 那这个部分呢 只要送上来我们一定会审慎的一个 一个严格的一个审查 那然后我们会报经建会 透过经建会的再次的审查呢 这个经费才会下来 所以花钱要花到应该花的上面 所以主委我希望全民运动 就像您讲的要全民 所以每个设施 您都要有完善的设备 让我们大家运动也要安全跟健康 谢谢 谢谢委员 好谢谢 两位请